下午3点,CBA正式官宣,游民在做争议决定,游民麻烦了 哈喽大家好,欢迎观看本期的小民留球,我是小民 在视频的开始呢,还是烦恼各位喜欢刘林的体育迷啊 给小民的视频点点赞,点点关注,谢谢大家 和大家说一下CBA的最新情况 大家都知道CBA的集团阶段已经正式结束 目前来说,CBA的球队正在修正 将会在4月1号,南昌几乎赛将正式打枪 伴随着CBA第三阶段正式结束 可以说作为球迷来说,非常期盼排名榜数的刘林队啊 能够再次获得CBA的总冠军 但是呢,就在刚刚下午3点的时候 CBA也是正式关心了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就是本次的最佳教练一个评选 一共有几个候选人 可以说本次一个候选人啊 我们也是通过本次一个候选人中 居然没有看到杨明 这次一个候选人让很多球迷啊 比较意外 因为作为榜首球队,刘林队呢 他的主帅也是获得了成为赛冠军的 刘林队主帅杨明 居然没有出现在CBA最佳教练的评选上 确实让他的球迷比较意外 可以说,刘明的这次决定 确实太过争议 因为作为刘兰来说 他的本赛季表现非常出色 在郭艳伦连续圈的情况下 依然能够获得成为赛冠军 足可以看出,杨明的指挥能力还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呢,在CBA的最佳教练候选名单中 居然没有杨明的名字 确实让他的球迷不能够理解吧 据知名媒体报道 杨明之所以不能够入下的原因 就是因为当时他无故缺席了一场赛后的发布会 可以说这个解释啊,确实比较牵强 因为当时CBA正式的对杨明进行了一些罚款 可以说这样一个理由啊 也是让很多喜欢流泥队的体育迷不能够接触 不管怎么说 我们希望杨明教练 包括流泥队 不要受到任何影响 争取了在几乎赛中啊 打出活动水平 好了,欢迎观看本期的小名流球 下期再聊